在1月10號開放了六轉以來 不知道各位同學的進度如何呢? 在第三週的時候 我有推薦給大家好用的六轉進度計算機 不知道在哪裡的同學 右上角點過去下面置頂連接有 在2月19號今天我的進度來到82%左右 全程都是我自己練的 都沒有早帶練 也礙於我要剪片及寫腳本 還有委任的工作 所以進度其實沒有很快 但以我們夜時的來說 這樣子的進度基本上已經足夠了 而我目前的玩法是走鼠帽流派 所以風魔跟達克魯的傷害 對我來說比較沒那麼重要 鼠帽流就是走爆發流的意思 關於CD帽和鼠帽哪個好的問題 回答過100遍了 這部影片也算4個水溫 未來會用差不多這樣的方式 來分析兩種帽子到底哪個比較好 但老話一句我一再強調 玩法絕對沒有固定的 你想怎麼玩你高興就好 有人說夜時用鼠帽是屁 我才想說你六等錢才廢勒 我就想穿啊你管我 保持自己的初衷和堅持自己的原則 不要因為遇到一些怪人 就交起你對遊戲的熱情 所以回過頭來講 所有職業的起源技能 在上面我們都可以看到 分別在10、20、30級的時候 會有額外的被動能力 加一些無視和B傷 首先破除魔咒 有人說這個被動是加在面板上 也就是UI上的 我必須告訴你 非常可惜並不是 我也很希望是 但如果是的話 那會太逆天 以我自己的帳號為例 我在禁咒之服29等的時候 能力值長這樣 點到30等時的能力值長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面板上的B傷和無視 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所以按照我們的科學精神 得以證實這個理論是錯的 所以被動給的這些項目 單純就是增加在這個技能 以滿等30等時為例子 分別是無視和B傷 各加的20跟30 這邊我稍微幫你們科普一下 無視的20%和30% 不能理解成單向無視50%喔 這是數學的邏輯 也是他公式組成的關係導致的 無視的公式是 玩家傷害乘以括號 1-boss防禦% 乘以括號 1-等效54%括號 絕對不是相加變成 20加30等於50這樣 而是1-要括號1-20% 乘以括號1-30% 而Boss傷害應該就不用多說了 其實就是增加傷害 只不過只套用在Boss身上 翻譯年糕就是小怪不會套用這個增傷啦 所以起源技能有比於其他六轉核心 唯一只有他有提供額外的加成效果 而這個效果大概有多強呢 我很好奇 於是就有了今天這支影片 包裝成效果 還有次吹乾 我去試試看 現在輪到Bos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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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